哈啰 宣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华 快问快答 陈华需要再三秒内回答问题 不然就得接受宣传锤神之后 请用三个关键词介绍自己 漂亮漂亮 腿长 漂亮美丽腿长 你给他过啊 漂亮美丽 哪里可以 打 诶 你拿个打 你对我太好了 诶 你打他 诶 你打他 诶 诶 诶 出国必带的三个东西 护照 行动电源 哈哈哈哈 手机 如果有一天你因为一件事上了瑞收 你会希望是什么事 呃 演唱会卖太好 打 打 演唱会卖太好 反正好事就行 你会推荐专辑里的哪一首歌 让别人认识你 想看你看我乐的玩笑 因为浪漫 好听 温柔 跟飞到的阿拉斯加海湾一样 一起失去 所以不能接受身边人的三个坏习惯 很笨 很慢 很丑 哈哈哈哈哈哈 很丑 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是说心很丑 不行 做人要善良 人性本善 我刚刚那题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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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崇拜的偶像是谁 飞道尔 他在现场 他有没有想扁我呢 你的理想心是 大暖男vs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 加暖男 两个都有 两个都存在的 但是我会选霸道总裁 理想中的霸道总裁有一个型 好像哪个距离的 冯兰觉得 黄鹤丽 她的 戏里面的个性是我的型 觉得自己是什么个性的女友 火爆vs温柔体贴 火爆 但是又有点温柔 所以你是很容易生气的人 非常容易生气 什么东西 最容易让你一点就生气 就是讲话态度 比如说 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那个妈 我就会不开心了 什么叫那个妈 那如果她说 不是跟你讲过了 那这样可以吗 也不行 你看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这样我就OK 那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不行 那你跟对方讲话的理性 就怎么办 嗯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超好笑 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你 和另外一个人 你会选择谁陪你度过一生 安妮老师vs李直语 直语 直语 为什么迟疑了 我在思考那个利弊啊 好的坏的 然后有趣不有趣什么 都会列入我的脑袋里面的思想 所以他们都很贴心 我选不出来 但是 我想说 因为我跟安妮认识太久了 所以我选一个直语 你可能没认识那么 再来更 更 对 我不好意思自己说 这张专辑呢 是我的首张专辑 叫做 华语浪漫 已经上线各大数位平台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 都有了 然后YouTube上面也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这整张专辑呢 封面封底 那一页 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词曲呢 90%也是我自己创作的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里面有很多种曲风 也有EMO的 抒情的 跟一点点R&B的 其实都有 然后更关注我 更知道我的消息 可以在Instagram上面打 HUA0826 或是 就有了 你看五月的晚霞 六月日落 再一起是七月的流星 把